而剛才Brian就問這個問題 就是怎樣可以把12000元變成12元 譬如說這個有什麼辦法做的呢 我剛才就說不如就試用這個format string 這個方法去做 那是怎樣用的呢 其實有多少同事有用開這個東西的 表述這些數據 沒有 不說都不知了 一些這樣的東西 是吧 不要緊 好 我做一些簡單的例子 我先找回我剛才那張很簡單的一張 這裡 好 這裡有一個數字 對不對 這個數字寫著什麼呢 就不知一千百幾萬 Whatever 那你說Divick 那你怎樣會顯示到這個數字出來呢 好了 留意一下 原來我最喜歡這個兒子 RightK 我在這個位置 看到嗎 叫做Format Sales 這個是最淺的東西的 OK 基本上是一個Excel入門的ABC 來的 好了 來到這個位置 它有一個叫Format Sales 下面有一個叫什麼 叫Number 對不對 好了 在Number那裡 你見不見到這裡呢 有很多不同的選擇 或者是Number的格式 Currency的格式 Account的格式 看到什麼 這些我相信你認識的 OK 但有些東西可能就不太想認識 一點點一見的樣子已經覺得很噁心 就是這大堆東西 叫Custom 這大堆噁心東西是些什麼來的呢 首先第一件事 這這麼噁心的東西 我就不會用這麼噁心的方法 來整條這麼噁心的東西去看 我就是找到最簡單來大家一起研究一下 行不行 OK 首先 第一件事 其實大家有沒有看到這裡 有一個叫MHS這些什麼 其實呢 HM和S 或者大家HMS 不同數目的HM和S 其實是代表什麼呢 H就是代表中時加時 分就是M S就是秒 明白我說嗎 大小加就代表不同的格式 然後你說 David 這樣就大件事了 哪裏可以reference回這些東西的呢 我告訴你 我每次 我都不記得的 我每次reference 就是怎樣呢 我就打回這個Terms 就叫什麼 Tax Function Excel 然後search 就search到Microsoft Office 那裏 那裏就會詳細和我說這件事 喂 明不明白我這樣 但不要緊 這條連結呢 我會發給大家的 行不行 這條連結 我會發給大家的 行不行 這是第一件事先 第二件事 你說 其實如果做分析的時候 其實時間格式 或者指格式 對你還不重要呢 可能很重要 但我現在呢 我就不如用一些最簡單 精神會用到的一個格式先 就是我們那個叫做 數字的格式 行不行 但剛才呢 我就抄了 我在電腦上面 其中一個數字格式 現在用來和大家分享一下 先 Sorry 我剛才我按錯了 這個 這個 Yes 這個 好 我知道你是不知道什麼事的 這個東西 沒錯 不是啊 好 首先第一件事 我呢 就把那些 不是粗口 冷靜 這裡 我把這些 拔走 這樣呢 你就會好看少少了 先 這樣 我這樣 Yes 這樣 0.00 這個 這個是 0 這個是 這樣 這樣 算了 這樣 算了 這個 這樣 好 我特意這樣 這樣分開它 行不行 留意一下 每分一節節的時候 會有什麼事情發生的呢 就是有一個semicroling 看到嗎 首先 先去解釋一下 剛才這些大堆是什麼 原來我customize 那裡 如果我就是純粹用數字來講 行不行 是代表什麼意思的呢 記住幾件事 第一 井 是代表什麼呢 可以出可以不出的數值的位置 用井來代表 行不行 0 就代表什麼呢 必定要出的數值的位置 就是0 明白嗎 period這個符號 不用多說小數點 common代表什麼呢 就是千位數點 每三個格子 每三個格子 一個件 明白嗎 明白嗎 好 接著就說 我David這麼精彩 那為什麼這裡有一個format 兩個format 三個format 不是四個format 這麼有趣的呢 好 首先一件事 有一個字串下去 我們這個excel裡面的時候 其實有哪幾種可能性 第一個可能性是什麼 正數 大過0的數值 就是放在第一個位置 行不行 如果是負數的時候 這大隻數值就是怎樣呢 我就告訴你 麻煩我把符號來括實它 所有的符號括實 行不行 你當然要找 David 我可不可以把它轉成紅色 是可以的 不過暫時這一刻我忘記了 好像是個form本 是個read 這個字也OK的 我忘記了 行不行 一隻好小 這樣打散 你明白嗎 好 接著 這個位置代表什麼呢 如果數值等於0的時候 那怎麼辦 意思是怎樣 就是0這個數值 這個就是格式 好 最後的時候 這個代表什麼意思呢 就是如果把東西放進去 不是數字那怎麼辦 不是數字的話 不是用把東西給你聽 雙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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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數了 明白嗎 如果這個strength 我準備好了的時候 接著我可以怎樣做呢 Ctrl C 這裡 Ctrl E 貼上去 行不行 完成 OK 就出了一個這樣的東西 行不行 好了 你說是不是 你這樣 我們細心一點玩一下 我們細心一點玩一下 剛才那個抽獎 這裡 我 先把E的column OK 接著我right kick它 然後format up custom 這裡 這裡 貼上去 OK 好 看東西了 如果把1字進去 1.00 沒問題 1000 1.0.00 對嗎 如果把負 100 有固固實 合理 0 就做個0 對嗎 如果把哈佬進去 不懂 他很生氣 喂 怕不怕我這樣 OK 那好了 剛才 有同事就問 喂 如果我想帶他1000 下去的話 他帶他1給我 那怎麼辦 你明不明白這樣 就是小數 那個叫什麼 想知道就是 最後那3.0 我不要 那怎麼辦 喂 可以不可以 那怎麼辦 那怎麼辦 這個是一個很簡單 你用回邏輯 可以不可以 各位同事 用回邏輯 其實呢 如果是這樣的話 0.00 代表必定要出的位 對不對 如果我是怎樣 optional 可出不出的 就叫做井 對不對 如果是這樣的話 總之不是都要出千位數位 總之是千位數以後 八位數 十位數 和個位數不要的話 你試試這樣 對不起 不好意思 不過很遠 不是很遠 而是這個真的按摩 希望它快點好快 但其實原來這個屏幕 最不好的地方 就是射給那些激光下去 好了 行不行 井 comma semicolon 井 comma 看到嗎 這樣的時候呢 就在這個位置 就在這個位置 我打 一萬二千下去 它不出了十二給你 所以這個就變成什麼 代表是什麼 這個以後就叫做十二K 行不行 行不行 我寄一下是不是這樣 好像真的這樣 我寄一下是不是這樣 我不知道是不是 我記得好像是這樣 因為這些真的不用一輪 真的不要記得 YES 就是這樣 看到嗎 看到嗎 我開出來給你看 S 這裡 在這裡加上K 就行 Double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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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就行 見不見得到 就是這樣做 還有沒有定位的創作呢 那就要慢慢大家研究一下 再創作一下 用這些組織 行不行 如果要這些人 加兩位 我先試一下是不是 我先不回答你 我知道你想問這個問題 好 提醒 comma 我先看看是不是 我先看看是不是 我只是猜的 咦 個十八千萬 十萬八萬 對 對 對 我猜對了 真的開心 是這樣 如果是million的話 你看不見得到 怎樣 正 comma comma 這個就是million 你看到這裡 這個 如果一百萬的數 就是這樣做 行不行 合理 一個 comma就是一萬 一百萬就是兩個 comma 零 零是一定要出的數 零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小數點後兩個位一定要出 意思就是說 如果零點零零 意思就是什麼呢 就算它是三 打到數字 它一定要出三點零零 那我剛才是不是應該用零呢 因為如果不然我打少於一千萬的數 我剛才就好像只能出一個 嘗嘗 嘗嘗 你明白我這樣吧 但如果是這樣的話就出事了 那它便出現了 很奇怪的 它不是mill 零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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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 不要試一下 沒有所謂 試一下吧 我不清楚怎樣 這個很奇怪 我現在先試一下 這樣便 advent 一comma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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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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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難度 零點零點零點いつ物 風當然應該是怎樣 因為剛才是 lunar後 這個要慢慢和你去研究一下 好不好 好 這個真的要研究一下 這個真的回答不了你 但是如果你搞這麼複雜的話 不如就整條式算了它 你明白我說什麼 就是這樣 聽著 既然是這樣的話 你要玩一百萬 你要隨至少到點後幾個位 一點多這樣算 不如這樣 詳細這樣做 這個條數 過十八千萬 十萬八萬 好 即是一百二十三萬四千五百五十七萬 行不行 如果要出Mill的時候 不如這樣做 把東西除回十八千萬 然後怎樣 隨至少數點後兩個位 是嗎 是嗎 然後就這樣吧 回到它 隨至少數點後兩個位 然後就再安排整 我們的偽大的Mill下去 這樣吧 除了一百萬 除了一百萬 然後怎樣呢 然後再回到它 取自少數點後兩個位 安排整個M下去 這樣就可以了 你現在除了一百萬 除了一百萬 一萬而已 是嗎 十萬 十萬八萬 是 這樣吧 一點二三這個 行不行 就是這樣 要不就這樣 不要搞得那麼複雜 要不就不要用那個Format Spring 不過Format Spring幫到你 但問題 我始終我喜歡用這個方法 做得多些的 你很老實 好嗎 好嗎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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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希望能幫到你 謝謝 謝謝 好 然後 好 然後來一些… 是否要更精彩的東西 好 來吧 好 首先給你們一點點東西看一看 大家有否見過這塊東西 有否見過這塊東西 這塊東西呢 先跟你說不說 這塊東西跟我們剛才所說的東西 是有些關係的 OK 是有些關係的 因為有時候我們做分析的時候 我們都會行動幾個東西 其實任何東西 其實正常來說 正常來說 譬如有些甚麼正常呢 就是說如果我們是跟一些銷售量的東西有關 行不行 是跟一些銷售量的東西有關 又或者是 不如這麼說 跟收入有關 我們先說吧 我當這個收入不好 這個建設是怎樣呢 這個收入是零元一個月 這個收入呢 這個收入呢 就是這個霍建林的銀光 這邊就是霍建林的銀光 這邊就是霍建林的銀光 知道嗎 那這裏呢 如果suppose 香港人那個薪金是怎樣編排的呢 就是如果正常的分別的話呢 那應該銀光的那些人就最多 對不對 平均值嘛 平均薪金的人就最多嘛 香港平均薪金好像現在是七萬八萬元港幣一個月嘛 是平均薪金 是啊 七萬元港幣一個月 平均薪金 正常的 聽著 聽著 但問題的point是甚麼呢 point就是這個霍建林已經搞定了 很多個了 OK 即是一個霍建林一個月來 基本上一億個都已經 那已經不行了 那就要用平均值出來 你明白嗎 好了 Anyway 所以that's why呢 這個就叫做平均值 好了 你說那個平均值是甚麼用處的呢 就是說 我要計算一下就是 距離這裏有多遠 我們就用一個標準來做做法 第一個叫做standard deviation 你分開它 OK 遠離它越遠的時候呢 就代表是甚麼 就越遠離我們那個平均值 接著你說 David 怎麼無情白事 那個叫standard deviation 這個東西給你聽的呢 聽著 大家有沒有聽過 一個叫做Six Sigma 有沒有聽過 Six Sigma就是這個 意思就是 假設我定了標準 意思是怎樣呢 我那些文件 我要怎樣呢 我是要完完全全 是要補誤差地 譬如說 我是5分鐘之內 我就可以 譬如說我還會用送鑊餅的 假設 我每次送鑊餅是怎樣呢 我就是15分鐘之內 就會怎樣呢 就送到去給我們那個客人那裏 行不行 我平均值就是15分鐘 明白我這樣嗎 好了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呢 就會怎樣呢 就是說 如果我們是15分鐘之內的話 如果我距離這裏 是一個standard deviation 意思是甚麼意思 如果少一個standard deviation 意思就是快了 這個多一個standard deviation 這個就叫慢了 明白我這樣嗎 好了 現在總共如果整個範圍加起來 叫做幾個standard deviation 加起來叫做 有六個 叫做六個standard deviation 就叫做甚麼意思呢 就是說 原來呢 我們就會把這個標準推到很高 就是說 我們如果我假設 我現在要15分鐘之內 要送鑊餅 要送給我們要的人的話 OK 如果到六個standard deviation 那麼高的要求的話 知道這是甚麼意思嗎 就是說我們送一百萬次鑊餅 只可以有一次 是超過十五分鐘 這個叫做色色碼 所以為甚麼呢 現在中銀啊 匯豐啊 這些這樣的財務機構 很多都用了色色碼 你看他們的財務運作上就是這樣 或者很多東西 在工廠都是還在這件事 明白嗎 很容易讀的而已 浴帶 去玩一下吧 好了 Anyway 好了 但問題呢 在我們要講這些之前 有甚麼用處之前呢 我想和你去講幾件事 這些很簡單很簡單的東西 這些簡單是甚麼呢 甚麼叫做mean mean 大家知道甚麼 平均值 對嗎 即是說 現在有十個人 現在就怎樣 拿十個人的薪金出來 加起來之後 除了十份 這個叫平均值 但這個名字很厲害 就叫做althmatic and mean 行不行 沒甚麼特別的 加起來那個平均值 因為有一個除的 有一個product的mean variant是代表甚麼意思的呢 意思就是說 究竟現在 我們和mean之間相距多遠 即是說我們的分佈夠不夠平均 明白嗎 如果revyant越小的話 即是代表我們的分佈越平均 但如果revyant越大的話 即是分佈極千不平均 在香港的薪酬環境一定是不平均的了 因為我這麼低的薪金 因為我這麼低的薪金 因為我這麼高的薪金 好 另外 就是怎樣呢 Schoolers Schoolers 這個叫做甚麼 我相信這個是少些人聽過 你知道這個叫做甚麼意思嗎 怎樣 沒錯 你是做analysis的人嗎 即是說 如果一張數據 全放進去計算的時候 究竟我們會不會是側在那邊 如果解釋出來的數字 是正數的話 就是側在左手邊 那個peat 那個peat 即是那個peat的位 如果計算出來的數字 是負數的話 那個peat就側在右手邊的位 不相信的話 是做一個實驗 OK 至於甚麼叫standard deviation 這個就更加愚蠢 只不過就是 喜歡把Variant 開放方區就是了 行不行 但為甚麼這個變成N-1份 那份呢 因為它想實質 是用一個數字去計算 從數學上 我們不能除N份 是除N-1份 這個是數學的Proof 就不跟他多說 OK Anywhere 好 我找些例子 剛剛有個例子 就是這壇東西 這壇東西 擺到明 側在一邊 OK 那就 我就 先看 看這個圖 可以 這樣側在一邊 好 我拿回平均值來側那邊 平均值 心都可以 好了 來了 我們打一個叫school SKE W Yes School是甚麼呢 是這壇東西 好 highlight完之後 打開 Enter下去 1.46幾 剛才說過 正數是甚麼 即是左手邊 如果負數是甚麼 即是右手邊 即是說 如果拿大大數據出來的時候 就會發覺到 嘩 這條 這條式這樣算出來 這麼側的 是甚麼意思 即是細單多 你明白我說甚麼 如果這個是Number of Case的時候 如果說出來的數是甚麼 負數 即是代表甚麼意思 即是一些大單多 你明白我說甚麼 所以看這個skill 就可以看到甚麼 分佈 最簡單來說 你是貴單多 還是便宜單多 你一計一計 那個skill 拿出數據出來 放進去便宜 是這麼簡單 行不行 是否以前學過這些 沒錯 很簡單 其實老實說 統計學的東西 其實全部都是很簡單 很簡單的數 只不過就是問題 我們是怎樣用回外藥食 在常生活裡面 現在就說去應用 和以前計算到媽媽都不認得 有偏分地 用計算機按 現在有Excel 用甚麼 不要玩 我想問你 是 是 可以計算到skill 是 可以計算到standard deviation 好 standard deviation 現在就和你計這些 當然有 看到 就是這些 算平均就是FH 可以嗎 算Variance就是這個 意思是看分布平均 如果數字越小 那代表是甚麼 越平均 如果它越不平均 那Variance是越大 而這個 spillless 就是甚麼 就是側左還是側右 剛才說過 如果你的分布 是側向左手邊 就是pete的 側向左手邊 就是正數 就是右手邊 就是負數 行不行 行不行 standard deviation 沒甚麼特別 只不過就是variance 就是把它開放出去 行不行 行不行 如果在這個 叫做分析員 那個固體 那些人是很少用standard deviation 行不行 通常是做標準的人 才喜歡用standard deviation 如果做分析員 那些通常喜歡用這個 叫variance 行不行 OK 好了 那為甚麼要知道這些 這些東西 OK 好了 就開始有些難度 我在想一下 你會怎麼說 有些難度開始 行不行 行不行 先說一句 先看一次 standard deviation 這個意思 就是要計算現在的數據出來的分度 究竟距離這個mule 這個standard deviation 位置 這個究竟有多寬 行不行 OK 這就叫做standard deviation meat 就是計算到哪個位置 行不行 OK 好了 行不行 先知道這些東西 variance 是甚麼意思 只不過是將standard deviation 二次方 就是standard 就是variance 行不行 行不行 好了 對於你有甚麼作為 其實murchia真的要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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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個更仔細的給你看 好了 其實 如果 我跟你說 我想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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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知道甚麼呢 我想知道 其實 70%的香港人 意思 是會少於某個月薪 我想找出來 要怎麼找呢 你明不明白我說甚麼 納費三號 我簡單就說 現在我就知道怎樣 我假設 霍建靈就怎樣 是一千萬月薪一個月 我假設 就是少一些都不計算 他一千萬月薪一個月 OK 那我就想知道 其實如果七八萬月薪 一間樓下的香港人 是佔我整個勞動人口的幾個百分比呢 喂 要不要這樣 要怎麼做呢 可以不可以 或者 我們用一個實務的方法 就說一下 如果我們去做回 我們做merchandising 我們會怎麼處理法呢 就是說 如果 我們是怎樣 我們是有90%的貨 沒有 defect OK 那究竟 我們是要多少件呢 要做多少件才會做到90%的 沒有 defect呢 你明不明白我講嗎 記不記得我講甚麼 OK 有少少難度 不如這樣 我用到月薪那個 不一定是不理解的 大家 和錢會比較容易思考 OK 好了 記不記得我講甚麼 記住 如果我假設怎樣呢 就是說 現在我們七百萬月薪樓下的人 有多少個 OK Sorry 是佔我們那個龍股人口的幾個百分比 怎麼計 或者反過來 就是說究竟 究竟是80%的人 是under哪一個 under某一個月薪的 under某一個月薪的 under某一個月薪 例如可能是怎樣呢 香港原來60%的人 是under一百萬月薪一個月的 行不行 我想反過來看 那我怎樣看到這些東西呢 喂 怕不怕我講甚麼 但這會牽涉到分布 為甚麼呢 原來我發覺到 我們公司呢 很多同事呢 想展示給老闆看 就說 喂 我們一盤數 是個平均是多少 他已經覺得 那個平均是多少 他就覺得 他已經可以表述到 自己的成績出來 你明白我說甚麼 但問題 他沒有想過 問題就是說 原來我們那些 我們那些數據分佈 其實是不平均的 行不行 其實那個平均是甚麼 永遠是會摘到 平均的位置 是兩端 就是最小的單 最大的單 是永遠走兩端的 你明白我這樣嗎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你做錯誤分析 就會不準確的了 所以有見及此 聽著 我們不斷地 要做一點點事 就是怎樣呢 簡單些 等一下 我要想一想 要怎樣去講 先 好了 好了 好 現在這裡 我拿了一些數據出來 OK 我拿了一些數據出來 這裡 就表述甚麼東西 表述就是 每個月 OK 究竟 我們是有多少錢生意 對不對 每個月 這裡有多少錢生意 這個每個月 每個月有多少錢生意 這個每個月有多少錢生意 對不對 好了 首先第一件事 我要介紹平均 這裡 這兩年來 究竟我平均值有多少錢生意 我會怎樣做呢 最簡單 怎樣做 剛才講一下 我們要把分別 те 这个方便是什么,等于平均 这个数 行不行 那这里呢 以示范图就说,平均是这样的钱 接着呢,我就会计些什么东西呢 有另一个东西就计算了 Standard deviation Standard deviation是怎么计算的 我选择SD 就告诉他 StdEV 留意一下 因为我用这个版本是2010版本 所以它很恨真地多了两个东西 StdEV.P StdEV.S 行不行 你们不用理 总之你用这个旧版本的算了 2007或以前都可以用的 这个叫StdEV 这个叫Standard deviation 就计算一下 究竟呢 它的分布分布成什么 OK 所以其实呢 这个分布呢 就告诉你什么事呢 其实这个分布也是很不平均的 这个数字都颇大 这个数字 行不行 好了,问题来了 那你说,David 我计算了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呢 我告诉你 这两个数字就这样看 是没有什么作为的 行不行 但问题呢 我们就会apply在哪里呢 就是apply 就是说 我们怎么去计算 那个叫做 normal distribution那里 有什么用途 行不行 好了 我先找个例子 OK 我先找个例子 好 譬如说 如果 我想找回什么东西呢 我就想找回 现在 如果我把单 是这个数 OK 是这个数 OK normal distribution OK 我就说 现在这张单 是某个数 OK 我想说 他现在这张单 其实 是高 是怎么样 是 大 某一 sorry 有几个percent的单 是小 过这个 这张单 你明白吗 例如说 我现在随便拿一张单 这张单 OK 我解释这个 27 747 592.68 出来做 我会怎么办呢 我会进入面 这个面是什么 这个就是平均值 OK 然后再进入什么呢 那个standard deviation 进去 跟他计算一下 究竟现在 这张单 是比 几个percent的单 是 价值是高的呢 不好意思 这里还没有 加回true 这个记住 这个 我们就和他说 就是一个 cumulative distribution function 行不行 意思就是说 我会计算 有几个percent的单 是小 比现在这张单 然后发现 原来这张单 是超级无敌地大 原来 是98%的单 比他小 你明白吗 这个就是一般 我们的看法 行不行 又或者你说 我都以为 其实这个是没有什么作为的 对我来说 为什么呢 其实没有想过 就是说 反过来才对的呢 比如老板很多时候 就是说 我要 你是怎么样 我要达到 要是几个percent的人 去达到 辅助某个目标 反而是反过来 去达到什么 下去 达到那个 叫做百分之 你去透过 normal distribution 要看一下 其实要赚多少钱的单 才可以达到这个目标 对吗 好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就不会用 这个叫normal distribution 这个来算 用什么呢 用一个叫做normal 又叫做什么呢 就是叫做inverse 你去算 算什么东西呢 就是说 如果老板就说 我要找回 究竟要多少钱 才是那张单 是超过一半的单 是便宜过他的 那怎么做呢 很简单 回去 probability是多少 0.5 因为我要怎么样 要找回一张单的银码 是要怎么样 大过我们一半的单的数目 可能回0.5下去 那min是多少 现在这对数 那min是上面的数 接着就找回一个什么 standard deviation OK 接着跟你讲话 其实很简单 如果把单单 是怎么样 是贵过一半的单的数目的话 那张单要多大呢 就是那个十八千万 十万八万千万 1500万就搞定了 喂 收不收到我吧 这个就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计算 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找回现在的大堆数据 究竟它的min和standard deviation 是多少 就是测下去 这个叫做normal distribution 这条formula去计算 就要看下就是说 究竟现在 手游说现在某张单 究竟是怎么样 是多钱过我 的一个百分之的单 这个就是这样计算 这叫normal distribution 如果是反过去计算 就是去计算 就是说 我如果要超越一半的单 50%的单 要贵过它的 用单来代表它的 那我们就用另一个formula 就是这条formula 就是那个叫做inverse 这一条 你要找回它 这个其实就是找什么呢 就是说 转回来 去找它的标准 可以吗 这个就是它的inverse 但是 为什么我刚才 要特意说哪和 计算的division 就是要用这个 但是为什么想打个 这样的抵抵 因为如果将来 你们要去看厂 那个standard 什么sigma 那些呢 我告诉大家 全部就是在三条formula 就搞定了 你慢慢研究一下 这样的 是的 我不多说 因为这个可能会比较深一点 如果你不是做开 或是和quality control 有关的同事呢 可能就会有些少少 get laws 这些东西 行不行 好 我没问题 这个 暂时讲到这个 这个我不多说 好了 OK 但其实很简单 就是你看回这里 我看回这张表 你会更加明白的 其实你留意一下 其实它计算的时候 就是说如果它计算出来 是一个standard deviation 就代表什么意思 如果一个standard deviation 如果计算到这个位置的话 意思就是说 如果是一个standard deviation的话 它就大个几个percent 就是10个percent 加19.1 19.1 15个percent 9.2 4.1 1.7 0.5 和0.1 加起来 这个就代表是一个standard deviation 如果1.5%以下的 那些是什么 就是9.2 加1.5 1.1 再加0.1 就是这样 就是如是正常 一趟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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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就是一个比较全面的表 我这份笔记 我这个报告 我会传到给大家 讲来讲之后 行不行 这是一些方法 我有些东西 我用了一些 在这里 为什么不说 这个standard normal 和standard normal 因为我看到有些同事 它也很 不知道我上了 我不用说这两个东西 先说下两次东西 已经够杀了 行不行 如果做起事就上來 好了 接著 去到哪一部分呢 先說多一點點 其實呢 剛才我講那麼多東西 只不過都是講什麼 一開始就清理一些資料 對不對 然後中間是講了什麼東西呢 就講了一大堆statistics 接著告訴大家 就說表述現在你的現狀是怎樣 對不對 包括了剛才的什麼 normal distribution stantification mean 都告訴你老闆 現在的生意變成什麼模樣 OK 但我想問你 那我有什麼方法 告訴老闆 我將會怎樣 淮三婆 究竟我想猜一下 現在的客戶下一個月的單 會有多少錢給我們呢 我預期了 我預期了他下一個月 有幾個個案子給我們開 行不行 我預備在人手好些 你明白嗎 通常你會怎樣做 我呢 我就不斷看過我們 我們xts裡面的數據 我發覺到 其實大家不用學得太複雜 requestion 一間都是for reference 原來懂得用moving average 已經可以看到一些東西 OK 因為我們大部分的單都是貴度性的 OK 好了 講一下什麼東西 首先 首先 其實我們如果在我們這個 叫做預測的世界裡來講 做forecasting的世界來講 來來去去 只有兩個方法 一個就叫 regression OK 另一個就叫 moving average 最簡單的 你懂不懂 如果畫得複雜一點的話 你會看到一個字 就是怎樣 兩個東西 混合 就叫做A-R-I-M-A 就叫A-R-I-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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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升等下 你明不明白我會說什麼 但記著你千萬不要高揚我 今天教你的外賭家 會死定的 一定一定要用A-R-I-M-A 模特兒才叫做 可信點 千萬不要亂回 你以為我太厲害了 可以嗎 先等等 我只是想告訴你 不要外賭家會死定 要是有一個概念 好 聽著 什麼叫做moving average 行不行 很白癡的 概念是什麼呢 就是我要估計8月份 究竟客人會下多少單 我會怎麼做 我就拿回之前那3個月或4個月的數字 加起來 除回那個 average 你估計我第8個月有多少單 你明不明白我說嗎 究竟是找頭的3個月 還是頭的4個月 我就叫做lag L-A-G 意思是什麼呢 究竟我們lag某程度上代表什麼呢 代表一個季度 明白我說嗎 你怎麼減那個季度 通常有些是3個一個季度去做forclass 有些是4個月 有些是12個月 你明不明白我說嗎 這個就要慢慢去估計清楚 你明不明白我說嗎 喂 收不收到 還沒收到 還沒收到 不要緊 我還有個例子給你看 你知道什麼事了 OK 假設 我都要看例子 我喜歡 好 這裏 有一大堆數據在這裏 可以嗎 有一大堆數據在這裏 可以看到是怎樣呢 一月份 二月份 三月份 四月份 五月份 六月份 到12月 可以嗎 好了 我就用這一大堆數據 待會我會做這些事了 我又用這些大堆數據去估計 究竟我們2014年1月究竟是會有多少錢 那張單會有多少大 明不明白我說什麼 好了 接著你會說 你想怎樣玩啊 很簡單而已 超簡單 好了 我們呢 就會這樣做 這裏 我剛才說過什麼 見不見到這裏 我寫了一塊東西在這裏 就是那個Led 叫什麼呢 那個Led 是3 那就是什麼呢 頭三個月 就會猜一個數 行不行 那它會怎樣做呢 等於 最簡單的方法 平均 是怎樣呢 OK 那這裏就算到了 我就猜這個數 接著呢 一邊拉一拉下去 拉著這裏的數字 就猜了一大堆數 行不行 好了 我猜了一大堆數的時候 就發覺到底有什麼問題發生呢 去出事了 就怎樣呢 現在不猜了 好了 如果照這個原理的時候 那我就怎樣了 拉多一格的時候呢 就猜了就是究竟 未來的2014年的1月究竟是多少錢 行不行 就是大約這個數字 明不明白我講嗎 喂 驚不驚到 好了 但問題來了 David 其實呢 我猜的時候 出了一個問題了 第一個問題 我說阿森准 那個阿森准是什麼東西 就是會怎樣呢 每三個月 就為了這個循環 我當了它是 行不行 好了 原來呢 要猜這件事的時候呢 究竟是三個月一個循環 還是十二個月一個循環呢 這件事呢 就精彩了 OK 原來呢 我們要做一個預期的時候呢 我們要逐個逐個試 由1至12月 或者1至24 一次到32 要逐個逐個試 行不行 而試出來的時候要做些什麼呢 要做一個模特兒 就是要看清楚它 究竟哪個的午差是最小的 最終結果 明不明白我講嗎 是很簡單的 我怎樣可以計算這個午差呢 最簡單的了 這裡 旁邊 什麼叫做 Absolute Forecast Error 意思是什麼呢 就等於ABS 平均 就是拿回它的鈕 用回我們那個 真實TotalFOB 減回我們那個什麼 估計的數字 Absolute代表什麼意思 記得嗎 ABS代表什麼意思 除了那個證符號 那就得了一塊這樣的東西出來 行不行 這就叫做 Absolute Forecast Error 行不行 好了 但這塊東西呢 還不夠好玩 我要玩什麼呢 麻煩 這裡 因為時間關係 但是我會怎樣呢 我就會一條一條來這個位置 我計算什麼呢 就叫做Absolute Value of Percentage Error 行不行 等於 等於什麼東西呢 等於就是 這個數 除回 我們那個 實際的數字 OK 接著 就拿回它的 叫做什麼呢 拿回它的 Percentage 你便會看到 哦 對呀 我們便會有一大堆這樣的數字 計算出來 行不行 我們便會有一大堆這樣的數字 便會計算出來 OK 那 計算出來的時候 那怎樣呢 計算出來的時候 我們便會計算一下 究竟這個 百分比是多少 其實這個 百分比 就等於什麼東西呢 我在外面打 我懶得 這個 平均 平均 它的Error Percentage 是多少呢 都很誇張的 你覺得 40% 聽著我聽 算是這樣的 這個 只用Movement Average 算是這樣的 OK 這個叫做 45% 接著就說 David 你要怎樣去決定 這個Nate有多少 留意一下 因為時間關係 已經做了12的Nate 而這個12的Nate 我告訴你 是43% 12比3 是怎樣 是差的 那就要試了 就試到它怎樣 那個誤差在最小為止 就用那個Nate 去做一個Movement Average 去做 行不行 這個 就是我們那裡做的方法 行不行 但你說 David 這麼XXY的 要這樣做 沒錯 是真的要這樣做的 但你說 我們Excel 會不會有些方法 就不用我們這樣列表 列到媽媽 都不認得這樣做出來的呢 答案是有的 這裡就想做一個 很簡單的例子 就是什麼呢 因為想introduce 原來我們Excel 在這個世界裡面來說 我們就會有一塊東西 叫什麼東西呢 就叫Data Analysis Tools 聽著 留意一下 很多同事不知道 其實Excel 除了現在的Pivot Table 這些智慧功能之外 是智慧的 原來還有一些厲害的 在哪裡呢 留意一下 在File這裡 行不行 你見不見到有個什麼位置 就叫Options 行不行 在Options這裡 原來有個位置 有名字叫Back-in 行不行 咦 怎麼了 在Add-in 在Add-in那裡 留意一下 原來我本身 Excel 我買回來的時候 原來它不是所有東西 都拌入系統裡面的 有些東西沒有拌到的 是些什麼呢 留意一些好東西來的 麻煩你 NH Excel Add-in 看到沒有這裡 踢住這個東西 接著按什麼 Go 接著 原來這裡有什麼Package呢 有兩個Package 我會建議你一定要踢住它 就是極枝極枝好用 第一個叫做Analysis 2-Pack 第二個叫做Solver Add-in 行不行 如果有讀過數據分析的朋友 我會告訴你 那大堆Statistic 那些Inference 那大堆東西都放在Analysis 2-Pack 而Solver Add-in 即是我們小時候做Linear Programming 那一套東西 就是叫Solver Add-in 行不行 好 踢住這兩個東西 按什麼東西呢 OK 接著OK完之後 什麼東西在這裡出現呢 沒什麼 原來呢 留意一下這裡了 我因為想拉大一點點 這裡了 留意一下 原來呢 我們在這裡叫Data 這個位置 加了這塊東西之後 說時遲那時快 原來現在它叫Solver 這個東西出來了 看不見得到 OK 但因為我在這裡 看不見了Data Analysis 那個樣子 糟糕了 不好意思 我要這麼多事情出來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因為沒了這塊東西 說不見了 看看 這個Analysis 2-Pack OK 可以 咦 撞鬼 我真的說不見了 這裡 不好意思 這些技術的問題 我按了它也沒有發現 不好意思啊 這個 但這裡 這個叫Data Analysis 那塊東西 出來了給你 行不行 但可能有些技術的問題 我展示不了給你看 我剛才 我臨離之前還用到 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不過我會 事後我錄給大家 我會放上網上 給大家看 用這塊東西 很方便 你一按兩個按鈕 就做到Moving Advice 就不用做餐網 我只是想說這塊東西 行不行 OK 好了 又有問題來了 OK 很快地說這句話 好 原來 又來看看 剛才用那個方法 原來有些朋友 就發現到是怎樣 如果這樣做一個分析的時候 或者做一個forecasting的時候 發覺到不夠準確 不行 不行 所以他們又將 moving average 又加多一點點東西 留意一下 這個也是我們應該要做的 令到你 如果倒身家的時候 就不會輸得那麼金 好 OK 你嘗試說一下 你聽你剛才他們說 如今的客人 會否有幾個單位做 你不開心的 如果告訴你 這些是每天的買賣價 你到時就會開心很多 行不行 好了 原來我發覺到 原來就這樣計算出來的時候 OK 我假設 我知道那個lap是得如3 行不行 我找之前那3天的那個買賣價 你去forecast 第4天 都沒什麼差的 你假設在那裡 但問題我發覺到 這樣做法好像都不夠準確 我想做些什麼呢 我就假設每一個買賣價 再乘一個影響的份量 那個一個參數下去 乘成它 對不對 很可能是什麼意思呢 就說 很可能是怎麼樣 昨天那個買賣價 佔的份量可能是怎麼樣 是佔80% 然後再前兩天 再前兩天 可能佔的份量 只不過佔個別 佔10% 就是影響制 對不對 這樣是不是令到我們那個叫做什麼 那個預測會更加正確 對不對 是不是 我加這個beta下去 那當然 這些w 這些w 要計算下去的時候 這些數字 一定要加上總數是多少呢 第1 1在那裡是什麼意思 100% 明不明白我説得 好 如果這樣加上這個factor下去的時候 有什麼現象會發生的呢 好 首先第一件事 這裡 糟了 剛剛遮住了 不好意思 這是一個鼓條講座 好 首先看看 這裏 這裏 這裏就是我們那裏的數據 FOB 是吧 可以嗎 那我要預測一下它 究竟是多久 預測一下它 究竟 究竟是怎樣解釋 可以嗎 可以嗎 那我解釋一下它 是3 可以嗎 同一套數據 我解釋3是最好的 可以嗎 而另外一邊箱這裏 我特有三個數字 我想加進去 這個分別代表什麼呢 0.3 0.4 這個就是怎樣呢 就是0.3 都是0.3 可以嗎 OK 那這三個數字是什麼意思呢 代表就是我要乘回它的份量下去 OK 這個可能是之前那一天 之前那兩天 之前那三天 可以嗎 這樣乘回去 好 那我想玩什麼呢 留意一下這裏 剛剛遮蓋住了 不如這樣吧 我把這個東西拉進去 拉綠一點就可以了 Yes OK 好了 預測的價值 怎樣預測的價值呢 它厲害是等於3 好 等於等於什麼東西呢 看著 我就說 我就等於這個數字 OK 乘回 之前三天 0.3 這個數字 加 這個數字 乘回 之前兩天 再加 這個數字 乘回 之前三天 可以 那就是平均 可以嗎 但這裏呢 要做些手腳 這個東西要加回 多了 這裏加回 多了 這個 這裏加多了 知道為什麼嗎 加多了 為什麼 因為這裏 這個方法會怎樣 將會打進去之後 會Jet and Drop 拉進去 如果我在數字部分前面 加多了 有什麼好處 就是令到數字部分 不會貼 明白嗎 這個很重要 好了 打了之後 然後呢 我就可以把這個 叫什麼呢 把預告 拉進去 結果就是 哦 原來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就要加回 它的時候 希望更加準確 預測到它 行不行 好了 但一個問題來了 David 你這次真的出事 這裏呢 好像剛才見你 你隨便打下去 它的比份 行不行 但這個比份 中文就叫做什麼 叫加權 行不行 OK 我們做統計學 必須要的行不行 是好像台灣有一個 什麼指數 加權指數 意思就是說 某些股票的份量 是佔比重重 就是這樣計的 那我想問一下你 那W1、W2、W3 我怎麼算下去呢 我剛才有球技打下去 是嗎 那怎麼算的呢 好 原來這個W1、W2、W3 其實有一個條件 就是說 總之到 它W1、W2、W3 解釋下去的時候 這三個數值 一定要做到一個效果 就是說 我們的錯誤會錯誤 明白嗎 那是怎樣呢 那就是隔壁的錯誤 就不少了 一定要計 是怎樣計的 Absolute Error 有了Absolute 就拿回什麼 Total FOB Amount 真的Total FOB Amount 選擇一個Forecast Value 跟著就計了一大堆的數 行不行 好 因為時間的關係 Absolute Square Error 我就不計了 OK 我已經計到 好了 聽著 Absolute Error 它的總和 或者平均值 是怎樣計的呢 就有個名字給它 就叫做 Mean Absolute Deviation 所以一般來說 如果看到在書上 寫著名字 就代表這塊 行不行 不好意思 這個意思 Sq OK 好了 如果是這樣的話 怎樣計算呢 就等於FH 這個數字 加上這個總和 而Mate 就是這個數字 就是557萬9千893元 這個就是個Error 平均的Error OK 好了 問題來了 David 那有什麼辦法 可能令到怎樣呢 去計算一下 就是說 令到那個Mate這個數字 最小 行不行 而我們可以Adjust 這三個數字 令到它計算出來的Mate的數字 會是最小的 行不行 而這樣的計劃 那我們的公式 W1 W2 W3 就是我們要找那個 叫什麼 那個家團的比分 對嗎 對 那怎麼做法呢 這樣的時候 我們這裡 看不看剛才 那個Pack那裏 是不是加了一個Sofer 這個東西 來的呢 這裡 是不是有一個Sofer 行不行 我就按這個Sofer 留意一下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已經準備好了 已經 這樣呢 我的做法是怎樣的呢 這個東西很容易 好 首先 設一個objective 是什麼呢 就是F27 F27是哪個格子 就是這個格子 這個就是F27的格子 OK 這個叫做 set objective 對不對 我F27要做到什麼東西呢 老實 最理想一定是將它的value 變成什麼 value是等於呢 但落後沒有可能的 一定有error的 所以就叫它做 有一個叫做 重量有這麼小 只有這麼小 做到為止 告訴你 其實如果大家有學過的話 這個就是其實 Sympath method 這個叫做 minimum 好了 跟著它說 麻煩你想改變什麼格子 令到這個東西minimum 就告訴你 就是W1 W2 W3 這三個格子 就是J22去J24 行不行 行不行 跟著 就再加上幾個條件下去 哪幾個條件呢 不好意思 好 我特意 這個一定要 我要教它加下去 好 就要加三個條件下去 哪三個條件 第一個條件是什麼 add下去 第一個條件是什麼 第一個條件是什麼呢 sell reference 就是這三個格子 分別一定要怎樣 小個等於1 即便 合理 這一條件 另外一條件是什麼 這三個格子 分別都要怎樣 大個等於0 對不對 合理 對不對 一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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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負數 對不對 第三個東西是什麼 就是 add一件事進去 就是說 這裏 其實是怎樣 原來這個叫SUM 就是將這1 2 3 3個格子 加起來總和在這個格子 我一定知道這個數值是多少呢 是要等於1 合不合理 完全合理 加上這三個條件 好了 接著是怎樣呢 我加上三個條件 就要把F27這個ERROR 數到最小 控制這三個數值 接著是怎樣呢 就是計一條新的數出來 我按這個按鈕 就叫做SALF 搞定了 沒問題 等一下 EncounterERROR 沒有說錯 RESTOROFITION VALUE 好 再來一次 糟了 沒理由的 好 改了那個CPLACE method SALF 有沒有搞錯 哇 什麼事啊 今天我 剛才我臨離之前 是全部沒有問題的 你好像那一架東西一樣 蛤 你按開前面 不是 我先看一下 這個 我試一下這樣 我進入另外一些數字 看看會不會不同 這個 好 SALF OK 這個27 對 這個 MINI 不太對 哪個 第1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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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個 第3個 這個 不是第2個 第2個 按錯了 第1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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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可以了 這個 先改回去 Change 這個大個 等於0 yes 好 OK了 搞定 SALF 什麼事啊 你剛才轉了 又轉了 什麼 I J 小個等於0 大個等於0 這個等於1 對 SALF 試試看 剛剛講講和 ck 完成 不好意思 用了Minafla 有時跟Minafla 是一種不一樣的 不過剛才用了 就提到的 這個很棒的地方 留意一下 這位阿 聽不出事 W1和W3寫進去 W2寫不了 相當的 即是日後做監補 總之就是W1、W2、W3 這樣去做forecasting 就是成這樣一個階段下去的話 它就會更加準確去forecast 譬如說現在這個位置 我會怎樣做呢 很簡單 我只需要出這個formula 多放一個格下去 這個就是下一個forecast的數值 就是這樣 看到嗎 即是說這個數值是相對準確 但你說 做出來的效果是否真的很準確 但留意一下一樣東西 我們嘗試一下 留意在這裏 移動我的滑鼠 來到的位置 我看它有多準確 它的forecasting 我就拼個很簡單的圖 OK 好 這個圖 拼個很簡單很簡單的圖 這個圖 現在什麽都沒有在這裏 OK 我就怎樣 select data define data進去 這個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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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Absolute Error 不要 這個不要 好 我add it 它 可以 沒問題 OK 留意一下 你見不見到 這條線 紫色這條 就是真正的FOB 而淺藍色這條 就叫forecast value OK 這條就是forecast value 你見不見到 它已經加上這個 reight average上去的時候 它就會做到怎樣 已經很貼近了 你明白我說什麽 所以 但問題還是那句 你見不見到這裏 這個問題就是 如果真的要到身家 或者要再加多一點的功力下去 才可以再做多一點的事情 再做多一點 讓兩條線更加拍得來 你才真的要去炒股票 但anyway 我想教你做些什麽呢 就是forecast一下 你的客戶 究竟下個月會給多少單給你 這些是可以這樣做到的 明白我說嗎 自己來炒股票就不好 即是在公司裏面 forecast一個客戶 會下個月給多少單給你 你遇下自己的resources 那還可以 你明白我說嗎 OK anyway 好 來到這裏 最後我想說這件事 好 就說 這個叫做power pivot 這個東西 這個是什麽來的 好 大家看看 原來 我們電腦裏面 2010版本打後 其實有一個很厲害的功能 就叫做power pivot 行不行 是什麽來的 就是pivot table的進階版 是什麽來的 看東西了 首先 這裏有大小數據 這是一個很白癡的例子 行不行 我只是想展示威力給大家看 如果你找偉大的ITS 同時幫你裝了power pivot 那個put in 你就可以做到這件事了 是怎麽做的呢 首先 這裏我想做什麽呢 這裏有一條time line 這裏在1月2月3月4月 不同號碼 就代表不同month length 行不行 這裏我想怎樣呢 就是想把這些號碼 點回做什麽 剛才的預份名 那我會怎麽做呢 我會把兩個table 黏在一起才去做分析 以前來講 你一定要用一個formula 那個formula叫什麽名 We look up 是否正確 聽著 剛才的Brian 他之前在Artafade 我講過這件事 他真是實行 他有五個table 十萬個記錄 但怎麽知道 拖到那部機器就離開了 原因是什麽呢 因為那部機器太便宜了 好 無論如何 不要緊 來囉 我們在這裏看東西了 怎麽玩呢 看東西 我的active cell 來到這個table 接著 你看到上面 有一塊東西 如果找IT幫你裝了 有一個叫Power pivot 的東西出來 行不行 好 有一個東西要怎麽做呢 見到有一個鍵 叫做Create Link Table 有幾個同事 以前小時候學過Access 有 其實Power pivot 是Access加Excel 那你就知道多了些什麽 好 就是多了這件東西 Create Link Table 現在都要拖一會 希望它不會輕機 好了 那這件東西 是多了一塊這樣的東西 其實 如果正確來說 其實Power pivot 市場定位是怎樣 它不單止想拖回Excel 那些Special Inmediator 它是想拖在一個 叫做SQL Server上面 它直接在裏面罵掃出來 行不行 但現在我只可以這樣做 好 首先 剛才按到一個叫Create Link Table之後 你見不見到 它立刻 就把我剛才那個叫做什麽 那個數據 這個數據 它就用一個新的模式 就開了出來 就是一個叫Power pivot的形式 開了出來 它就印刷所有數據 拿去Power pivot裡面 見不見到 沒有什麽特別 但這個位置真的沒有什麽特別 行不行 好了 但是我便上去這裏 不好意思 這裏 見不見到 這個右手旁有一個叫View 行不行 這個位置的名字叫做Diagram View 見不見到 看一下這裏是什麽 我先拿一會兒 不好意思 是 好了 原來這裏 就做了一個這樣裏 然後同事就很開心 這裏就是Access 就是什麽 見不見剛才那個簡單的Table 它今天放了Feel 現在 好了 還未夠好玩 好了 剛才我有幾個Table 一個Table 做了進去 正確 我再做多另一個Table 哪個Table 就是剛才那個 就做了 Link Table 就怎麽樣 接著我簡直是怎麽樣 OK go back to 算了 我又這裏按下去 這裏 這裏叫Timeline 這裏 對不對 好了 我想把這個Table 就放進去才裏 就怎麽做 又選擇這個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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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Power Pivot之下 這個叫做什麽 Create Link Table 這裏有蛋之後 就在這裏 恭喜了 你看到 兩個Table都黏在一起 行不行 但還不夠好玩 因爲剛才我只不過想做一件事 就是什麽呢 就是因爲 因爲 剛才我這個月份 是1 2 3 4 5 我要去出一些January February 那怎麽做 很簡單 你只需要將這個Month 這個東西 指著它 Jet & Job 我拉過這個Month ID 這個位置 放手 恭喜了 已經連起了 哪裏都不夠好玩 連起了之後 因爲我要做分析 做分析我最好用什麽 當然用回我們的Pivot Table 看東西 我按Pivot Table 然後問你 是否把新的Special 出來做 我按OK 然後右手旁邊 突然間出了這件事 給你 你是看不到的 就是這樣 有些什麽 原來它已經正式 把兩個Table 連起了 跟著你 可以怎麽玩呢 看東西 好 譬如這裏 我想看一些Sales 行不行 OK 看一些Sales 這個就是Month的Name 這個就是Table 好了 我想看一個月份 月份名 拉過來 月份名 看看每一個月份 究竟Sales是多少 Value 就拉過來下面這個 不好意思 糟了 糟了 上鏡機 不好意思 因為今天我已經玩了很久 沒事沒事 沒事的 等一下 你真是上鏡機 你已經那些機器沒那麼差 在我怎麽說的情況下 他真的想輕輕 不好意思 他真的輕輕 他真的不好意思 唉 我不如 我關掉他再開這個 Anyway 我想示範給你看 就是 如果以前 我們遇到這樣的問題的時候 I mean就是說 如果要把我們的Excel OK 我們要把這些數據 好像剛才這兩個Table 連起的時候 我們不移發門 一定會找甚麼 找Blookup 加多個Column 下去 但現在有了這個叫Power pivot之後 我至少要怎樣 拿它過去 那就OK了 行不行 但我不懂 但它好像死了 死了死了死都很厲害 不好意思 等等 好 Anyway 我一會兒 我嘗試一下 一會兒我嘗試 reboot它 看看能不能到 簽名了沒有 簽名 好 好了 我現在在reboot的時候 我也要做一個Windup 行不行 其實今天我想做幾件事 其實是想怎樣呢 就是說 告訴你 其實我一開波的時候 其實任何的數據 我們要做甚麼 massage 有不同的方法 P4Table還有單 然後Data還有單 甚麼都可以 跟著我們會怎樣做 就是怎樣去Describe 我們現時系統上的數據 OK 用不同的方法來Describe 用一些satistic的方法 mean average 或者sand deviation 或是normal distribution 去看一下 那個分報是怎樣 用不同的圖來看東西 然後到最後的時候 我就做一個叫做甚麼呢 就做一個叫moving average 我來做forecasting 而當中 其實我最想你會知道 學識的一個甚麼東西 就是原來有很多part in 去加進去的 包括一個叫solver OK 那你就可以去分析 去solver 究竟那個value是多少 然後去研發更加的方法 日後來做forecasting 而最後的事物 因為不說不行 其實我相信大家用了P4Table 很久了 可以不可以 但原來P4Table 現在有更新的產品 就叫做cloud pivot 但只不過 我們偉大的ITS 去到這個moment 不是報告機裝了 所以如果你要用的話 又要個別去裝下去 可以不可以 但最大好處是甚麼呢 就是剛才展示給大家看的 就是這裏可以拉一條線 拉到 就拉到 就黏過去 就已經拿起了兩個record 就立刻可以製造個P4Table 去做P4Table的analysis 可以不可以 OK 不如這樣吧 這個P4Table 我會再後加一個 demonstration 給大家看 可以不可以 這樣做一段片 希望大家會知道少少 可以不可以 而且這段片我今天 都會放在我的community那裏 給大家分享 謝謝大家